特朗普政府结束了 以蓬佩奥为代表的反华势力 掀起的恶浪最终以失败告终 灰溜溜的滚蛋了 他们及其家属还受到了中国的制裁 新总统拜登就职后调整了对华的政策 而跟美国跟得最紧的澳大利亚 正在为他的盲目追随政策受到惩罚 在对抗中国时 美国说你先上 澳大利亚说好我先上 然后澳大利亚哭着说他打我 门友们说让他付出代价 让他付出代价 后来大家都发现澳大利亚就是那个代价 但澳大利亚又不敢沉了 不知道台阶在哪里 如何与中国相处 新西兰正给澳大利亚上了生动的一刻 1月26日 中国和新西兰贸易部门负责了 签署了中兴制贸协定升级议定书 当天新西兰贸易部长奥康纳表示 中国是新西兰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 该协定书将增强质贸协定为两国带来重大利益 接着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也发表视频讲话 对升级版的协议表示欢迎 称中国是新西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在疫情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 升级协议的签署具有更加特殊的重要意义 根据协定 新西兰确认泛宽对中支审查的门槛 8.4亿人民币以内投资不再需要审查 中方在区域经济协议的基础上 基于新西兰更优惠的关税减免政策 让更多的新西兰产品有机会进入中国市场 新西兰官员还表示他们的产品质量 甚至高于澳大利亚有望在中国市场提升占有率 在疫情得到控制后 希望中国游客增加复兴旅游次数 澳总理莫里斯有没有感觉自己像是一头绿 朋友们将澳大利亚拱上最前线 然后趁机的分割它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澳大利亚许多出口商品 不仅仅是与新西兰存在竞争关系 与美国也是如此 还有法国 新西兰现在美滋滋 因为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对其走出疫情带的经济疲乱困境 具有重大的意义 而澳大利亚对中国挑起事端所带来的恶果 令新西兰轻松的排除了最大的竞争者 澳大利亚国内不是没有清醒的人 去年12月1日 澳国立大学名誉董事托尼 就撞文提醒过澳洲理莫里斯 托尼老师说 澳大利亚正迅速地成为一个可悲的笑话 美国和欧洲国家一边用甜言蜜语同情澳洲 另一边却毫不留情地夺走了 本该属于澳大利亚的中国市场份额 但托尼老师画慕里生只当耳边分 他还想跟中国玩谁先眨眼的游戏 仿佛只要强硬到底 中国就会对他烂布 结果在自己挖的坑里面越陷越深 给莫里生带来更大刺激的是 新西兰贸易部长 他当天在接受美国采访时喊话澳政府 应该效反新西兰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 多点外交技巧 意思就是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跟中国对抗只会伤害到自己 而澳大利亚并不想接受他的告诫 一些高官对新西兰贸易部长的话感到不安 他们认为在对抗中国方面 新西兰应当与澳大利亚站在一起 跟了一些澳大利亚政客深受刺激的事 签约那天1月26日 又恰好是澳大利亚的国庆日 他们便浮想联片 新澳两国不仅在地理位置 非常的接近 而且同是五眼联盟的成员 又是英联邦主要成员 连国旗的图案都非常的接近 所以澳大利亚觉得新西兰插了他一道 而对新西兰来说 目前正是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最好时机 一 作为大洋洲小国 灵活物质 才是保持经济发展和保证国家利益的最现实的政策 疫情之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自私自利 本质已经暴露无益 新西兰再观望下去 它将被其他的盟友挤掉 2. 习美国新总统1月20日就指 特朗普极限施压政策被抛弃 新西兰对华关系上的压力大大减轻 前不久 新西兰曾拒绝参加五眼联盟 关于涉感事务的所谓联合声明 美国媒体甚至称 惠林顿政府已不再值得信任 但企图给新西兰施压的蓬佩奥 没几天就走人了 新西兰的态度为升级版协定 做好了铺垫 3. 使命追随美国的澳大利亚 一旦在美国政策变化后 形务过来 那么新西兰得到的优势就会被减弱 4. 阿德恩领导的工党 在去年11月的大选中 取得压倒性胜利 也是二战以来最大的胜利 他本能成功地连任总理 国内政治稳定 新西兰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情报机构力量非常小 很难要挟政府 这也是五眼情报机构 难以发挥作用的因素之一 阿德恩新内阁的外交部长马胡达 在去年12月11日也表态称 新中关系是新西兰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新方坚持奋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积极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愿同中国在疫苗研发等领域加强合作 在南太平洋岛开展三方合作 共同推动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建设 这些再正常不过的态度 人们在澳大利亚高官言行中 却根本看不到 而且澳大利亚还摆出了一副强国的模样 在今年一月份 向南太岛国巴西派出了外交代表团 威胁该国放弃与中国企业的合作项目 但遭到了巴西的严厉驳斥 我们不会动摇 与澳大利亚的愚蠢相比 说新西兰是机灵鬼也好 小聪明也罢 尽新西兰正为自己赢得未来 中国在对待这两个国家 是所展现的不同态度 别让南太平洋国家看清楚了 什么是好版样 什么是坏版样 中国从来没有逼迫 其他国家正值站队 以下以开放务实的态度 处理国际关系 其实对澳大利亚也是一直好言相劝 但澳大利亚非要跳到拳台上 在盟友的掌声中 鼻青脸肿的也在说不醒 看到新西兰这灵活的生枝 傲心中冷暖自知 而西方那些访华势力 还在呼吁澳大利亚挺住 他们正在指责新西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说得仿佛自己有灵魂一样 还说新西兰正在为中国提供 设向澳大利亚的指挡 分化了屋檐人们 有的在埋怨拜登调整了政策 有的就在指责 特朗普抛弃盟国 种下了恶果 就是不懂得反思 自己错在哪里 还有的开始自我安慰 搬出中国必输那一套 印象天开地说 澳大利亚可以通过新西兰 将商品卖给中国 澳大利亚照样赚钱 没头没脑地 敲完键盘安心地睡去 其实澳政客已经在改变口分 新了贸易部长特汉开始对华嗜好 他声称已致函中方呼吁双方打破僵局 特汉还表示 在对华贸易和投资方面 澳方的优势比大多数国家都强 希望中方同意重启对华窗口 僵局本来就是澳大利亚单方面造成的 因为他这四年来在各个领域对抗中国 澳大利亚获得与中国合作成果 需要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 甚至更长 而破坏成果只需要三四年 以为冲到最前面就能够得到美国的重赏 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 澳大利亚自作制造带来的损失 美国绝不会给他分一分钱的补偿 而且还会想办法夺走他在中国市场的符合 新西兰在五眼联盟中跟在最后面 探头探脑出来喊两声 情况不对就撤 现在后面都在撤 只有澳大利亚还在前面逞抢 一个城乡结合部 也不看看自己有多大的难 新西兰不愿等到 头破水流就马上回头 澳大利亚已经头破水流了 却还在硬撑 人固有自知之明 国家也一样 但澳大利亚想要明白这个道理 还需要付出一笔很高的学费